今天要透过这个时刻在主里安息的有福了 因为昨天我们知道 淑贞姐昨天在凌晨安息主怀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好像聚集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会感到不舍跟难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淑贞姐 我们跟她有生命的交集 也有过生活上面的经验各方面的 所以有这些美好的经验 美好的交集 所以我们会思念 我们会不舍难过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通过圣经里面的话语 人的话语有限 但圣经里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地来体会 但我也相信淑贞姐的像一粒麦子 我知道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坐在这当中 我们渴望更多的人也能够体会 认识耶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提到三生有幸 这一个词对吧 表示非常有福对吧 各位 认识你三生有幸对不对 来古庭教会 三生有幸对不对 这表示非常有福气的意思 各位哪三生啊 我跟你讲 这个三生啊 只有基督徒适用 非基督徒其实是蛮难过的 我们只能说 虽然你会发现 所谓一般的三生指的前生 今生 来生 对吧 这叫三生嘛 但是我只能说 从圣经的真理来看 我认识主耶稣的三生有幸 却是非常不幸 真的 如果你不从基督的角度 不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的三生有幸 严格来讲是非常不幸的 所以不管不是因为你认识了谁 你嫁娶了谁 你跟他讲 我生是三生有幸 如果没有耶稣 我只能说 不幸 怎么说呢各位 第一是你前生不幸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一个谎言 因为没有前生 对吧 人的受造都是独特的 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时空里面 摆在这个土地上 摆在这个国家里面 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 就这么一生而已 你没有前生 但是如果你相信你有前生 所以你就会相信一个谎言 所以说 我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 你没有上辈子 好吗 所以你也不是今生来还债的 所以如果你相信一个谎言 第二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生会为错谬而活 因为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好像来还债的 对吧 或者你觉得 因为我前生过得不好 所以我今生就很惨 所以呢 你就开始要 积功德做善事 想要让你的来生好一点 这样对不对 各位那叫做一个错谬 你为一个错谬而活 却不是为真理而活 就像我们今天为盖达主子 祷告的 当他为一个错谬而活的时候 他就不是为真理而活 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活 所以为什么叫三生有幸 如果不在基督里 我们会在谎言的里面 你的今生也是不幸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去算命 想要去改运 因为他们觉得 用这些方式可以改变他们的精神 那是一个错谬的方式 因为人没办法用这些东西改变 今天诗歌告诉我们 只有耶稣可以 对吧 改变我们生命的是那个耶稣 赐福给我们的是因为爱我们的天父 所以不管是耶和华 拉法 医治者 耶和华 沙龙 他是我们的平安 耶和华 尼西 他是我们的得胜 甚至耶和华 医乐 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每一件事情 都是因着这些过程 我们能够成为 感受到幸福 但如果没有 其实是很辛苦 第三个 来生不幸 确实有来生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耶稣 你在来生里面 你是永远与爱的源头 怎么样 永远隔绝 请问那会幸福吗 那会有福吗 所以你说三生有幸 到底信不幸福 到底有不有福 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 很抱歉 我真的很诚实地说 你只是讲给自己安慰 因为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三生有幸 所以你也感受到一点幸福 可是我要说 真正的有福 不是这些而已 还有一个更永恒的是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面 耶稣也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人到父那里去 耶稣讲的是真实的 就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透过耶稣而已 在基督里 耶稣 谈到他荣耀降临的时刻 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教会聚会 我们都知道 耶稣会再来的时候 他最后也说到 有一些人要往永行那里去 有一些人要 往哪里 永生 各位有差别 我不是恐吓你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主耶稣讲的 有一些人要到永行里面去 当你跟爱隔绝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永行的 你知道吗 不要说丢到火壶 你光光与爱我们的隔绝 那就是一种永行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上帝称我们 天父称我们为义人的时候 我们因着耶稣罪得赦免 称义的时候 他说我们到哪里去啊 永生 所以确实是有来生的 我相信 淑娟姐永全的妈妈 子宁的妈妈 在永生里面 孝希爷爷也在永生里面 对吧 昨天过世的淑珍姐 更是在永生里面 应该是豪宅 对 因为他 他实在是太 他的服饰 让人坐在隐藏处 可是我相信在天上 大家会知道的 所以各位 我真的要说 这个是耶稣讲的 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也只有他告诉我们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这里面虽然有一个声音 我们不知道这个声音 是从哪里来的 是天使 是天父 还是谁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声音告诉约翰 他写下这句话 告诉我们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 所以如果你不在主里面死 那可悲了 这样子 懂意思吗 我觉得很不好的意思 就只能这么说 这里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 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 昨天我们在数真节的当中 我们用祷告里面 我也念到了这一节经文 事实上 以福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不信主的过程里面 或者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跟他们一样 放纵肉体的私欲 所以我们会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爱生气 我爱抱怨 我爱计较 我贪财 我贪民 各方面的 本为可怒之子 对吧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灵命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所以你看祂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其实是可以死在过犯里的 可是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主里死的又不一样 对吧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 各位 所以对基督徒而言 你知道三生有幸 第一个有幸是什么 你今生能够有幸认识主 这是恩典你知道吗 今生有幸认识主 你今天坐在这里 你听到耶稣 你开始可以认识耶稣 这是恩典 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很多的时刻 像我们在为盖达组织祷告 他们还没有太多机会认识 甚至他们还根本硬着心 可是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今生有幸认识主 我们有为这个感到感恩吗 这是一种福气 所以今生啊 这一生里面最美的祝福 我们有这首歌嘛 对不对 最大的有福就是认识主耶稣 这不是空话说白话的 这是真实的 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你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还不只是认识你的伴侣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不是遇到你的配偶 当然那也是一种祝福 但是最大的祝福是有耶稣 没有了耶稣 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就会虚空 就像是传道书在讲的 其实我今天本来要谈的 传道书也很有意思 它从另外面向叫我们珍惜今生 珍惜活在地上的时刻 让我今天稍微转换一下 我们用一种方式来谈谈 我们如何经历三生有幸 各位 第二个幸是什么 重生有幸跟随主 各位你有想过吗 重生 圣经里面记载有个叫 尼格迪姆的人 是犹太人的官 有学士也是文士法利塞人的一个 但是被重生的问题困扰着 可能他听过耶稣说人要重生 所以他觉得怎么会重生呢 到底怎么生呢 各位 这个只有神能够做 人做不到 所以尼格迪姆认为说 那人都已经生出来 能够再回到母腹里面去吗 不可能 对吧 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 风怎么样吹你不知道 照样的 像灵这样做 唯有灵可以做成这些事情 所以耶稣还直接跟他讲 我实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各位 你除了认识他以外 你还得要重生 在这个受洗的过程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那个同复活的瞬间 其实就是一个重生 所以受洗也不是一个 随随便便的过程 它其实是一个 今生里所能够做 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关乎永恒的 可能比你的婚约都还要严肃 因为你的婚约只在地上 死了 婚约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受洗呢 关乎永恒之久 这里面告诉我们 你若不重生 很抱歉 你认识耶稣 你读完了整卷圣经 很抱歉 你还是不能见神的国内 就是这么直白 耶稣已经跟你讲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当耶稣讲实实在在 他不跟你说谎的 你除了认识耶稣以外 你还得重生 所以当时候 耶稣跟了一大堆人 对不对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重生了 因为有些人只是想要得好处 来享受教会 享受资源 享受这个氛围 但是他不想要跟耶稣有关系 不想要来跟随主 其实是没有办法 在当中跟天国有关的 所以各位这里面 耶稣也实在是在提醒我们 因为圣经在启示我们 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一个真理就是 不管你的学士或地位 有多高了 如果你没有耶稣 没有重生 你跟神的国就没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 俗生姐现在在哪里 哪个国 还在天国对吧 我们当然也是天国的子民 只是我们还在地上 我们是还有 我们还在施工中对吧 我们还在施工中 还没有被 工程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被接回去 他在那个国度里面 那是因为他信主 重生有幸跟随主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 各位 耶稣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信主之后 当然有一些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来跟从耶稣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重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舍己 你也不会想跟随耶稣 因为你会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安排很多的事 是啊 而且这里面背起十字架 感觉上 十字架当时是羞辱的记号 当然迎着耶稣的复活 十字架 我们现在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 可是当时候 耶稣谈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人家都会觉得 那个是罪犯的记号 那个是羞辱的记号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重生之后 就能够 愿意舍己 是他帮助我们 来背这个十字架 跟随他的 各位所以这里面重生的基督徒 是有信的 是有福了 能够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各位你觉得走十字架的道路 是有福吗 你觉得有不有福 有耶 各位真的 虽然我们都觉得十字架的道路 没什么好夸口的 而且好像也没什么大 也没什么 什么样的 各位我真要说 我们看错了 我们以为那样子 才叫做有福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 真正有福的是 跟随主走十这样的道路 淑贞姐其实就是这样的人 她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她是很舍己地 在当中默默地服侍 她常常在地下室的厨房那边 有没有 帮大家收拾这些锅碗条盆 有没有 在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她还跟我讲 国外条盆一定要冰在冰箱里面 我实在一开始都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冰在冰箱里 你懂的意思吗 因为她觉得会有老鼠 会有蟑螂 她不想要让各位弄到那些东西 这样子 你看她细腻就是很细腻 后来我把它整理完 只有没什么蟑螂老鼠之后 我就把它摆外面 要用的还是可以洗一洗 不过她就是这样细心的人 在地下室的服饰谁看得到呢 不容易看得到 她也是多年的儿竹老师 对吧 十字架的道路 有些时候是不见得让人看得到的 是舍己的 她舍向她自己坐在这边 跟大家聚会 她常常在地下室忙进忙出的 默默地在下面 这就是她摆上的 一个重生愿意跟随主的人 她会愿意放下她自己 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所以重生是有幸可以跟随主 耶稣也是走这条路的 各位我正要说 这条跟随主的路 是一条荣耀的路 不要看错了 是一条通往将来与耶稣基督 一同作息的路 我没有走过这段路 我们很难 没有走过这段路 而且这条路是通向天国的路 所以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吧 是啊 重生有幸跟随主 这是第二个有幸的 对吧 今生有幸认识主 重生有幸跟随主 所以跟随主是好的 好吗 千万不要认为跟随主 是一种捆绑 是一种重担 是一种让我不能够放松我自己 没有啦 我们的天父没有这么的残忍 耶稣没有这么的严酷 祂是一种 透过我们生命的舍己 知道这件事情何等重要 所以我愿意来跟随 我愿意来 多读读圣经里面的话 想想看 祂到底在跟我谈什么 这是一种跟随 第三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真的有永生 真的有来生 永生之幸是 复活侍奉 这个侍奉可以说是敬拜 worship或者是serve 到永恒耶 各位 换句话讲 你也不会有投胎的机会了 你懂意思吗 当你气息一断的那一个瞬间 你在地上的功就结束了 我们到回到传道书里 就会谈到这件事情 在那里没有工作 没有任何的 我本来要谈这一篇的 各位 可是那个不是结束 那是另外一个开启 各位 所以当趁着我们 现在还有气息的时候 我们要来服事 所以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 死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有福 至少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圣灵说是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这是消极面的有福 就是不需要再受身心煎熬之苦 就是我们总会生老病死 我们总会渐渐衰残 身体渐渐老化 然后各样的关节肌肉 各方面的 都就是会 就会开始 然后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难处 各方面的 那就算没有我们上 我们这个礼拜查经也知道 劳苦嘛 才得虎口嘛 有没有 不管你年纪多少 因着罪 我们在地上 会经历这些过程 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 在当中烧得 因着耶稣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当中 经历神的丰盛 但是圣灵说 在主里 安息的是有福 是因为 首先一个 洗了自己的劳苦 每一个人 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会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难处 挑战 劳苦 但是只有到了 那个时刻 上帝说 可以了 回来享受 福的同在 荣耀 在安息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 我说叫安息 是一个好的状态 从创世纪里面 我们就知道 我们人受造 是为了进入到 主的安息 对吧 只是因为 罪的关系 我们变成 劳苦重担 所有的关系 都会破坏 但是这一段路里面 因着耶稣来了 帮助我们 可以在地上 开始尝到 天上的那一根美好 但是终究 仍然劳苦叹息 到耶稣再来 万物复兴的时候 这是很真实的 生命的光景 但是更积极的是 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 这是积极面的有福 各位 上帝必赏识 这一群在主里安息的人 果效也随着 做工的人 各位 所以你在今生 在这里面 你不是只有 主日做工 其实你做工 其实包含你在 职场上面 你待人接物 你怎么样去当中 关怀 任何人看不到的 都是在做工的 果效的里面 因为基督徒 不是为了 积功德做善事 我们知道 我们会这样做 是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 祝福的管道 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 我们成为和平之子 各方面的 在八福里面 我们也谈到这些事情 所以这里面 让我们看见 其实上帝告诉我们 会有奖赏的 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的 所以我们在地上 我们现在都还有气息 对吧 还可以做工 对吧 还可以 那你要把时间放在哪里 放在体贴你自己而已吗 你会觉得 来服侍 来参与一些 很累很麻烦 我有时候也真的会这样抱怨 每次师母办活动 我就会很容易抱怨 很生气 干嘛呢 累死自己 那我还好 师母就是 跟我很不一样 就是油门 推着我这个刹车 如果只有我这个刹车 各位你们都很安息 因为整天都在刹车里面 哪儿都去不了 还好有油门 可是油门在吹的时候 有时候你们也会觉得 很难过的感觉 对吧 因为油门 大部分人喜欢当刹车 为什么 不要动最好 动了就很累 可是你有时候真的必须要说 做工的果效 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感恩说 还好我还能做工 了解这意思吗 因为确实 真的在传道书告诉我们 在那里已经没有工作了 没有了 这些都没了 各位说你 真的要不工作吗 其实不要这样想 在个人任何的时刻 其实我们仍然还在工作 所以苏贞姐她退休之后 其实我们都知道 她其实还做很多事情 对吧 她关怀很多人 甚至关怀到别的 我们别的教会的人 真的 汪哥也是这样子 汪牧师 神机的人活在我们当中 苏贞姐也是神机 活在我们当中 对吧 十年 你很难想象 医生跟他讲 你只剩十个月 他活十年 真的是神机 汪哥也是 神机在我们当中 可是你注意看到 为什么他们能够活这么长 你会发现 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没有停下来 他们不断地在做工 上帝就不断地给恩典 不断地 因为有给人的 就必有怎么样 给你的 这是真实的 当你觉得 今天下雨天 我就不想要来聚会了 你这么小的问题 你就觉得 我不想来聚会了 上帝就让你 身体很容易这样子 你就想想 不要来教会 就让你想想 看病 甘苦 你就怨天尤人 但是如果 在各样的难处当中 你还愿意摆上 神就更加添力量给你 就越发的刚强 越发的壮胆 越发的有力量 见证住 就是这样子啊 上帝告诉你 你有的 我就加给你 这是属天的原则 所以当他们越燃烧 自己生命的时候 上帝就把生命继续加给 所以耶稣会讲 你要得着生命的法 是上生命 但是你为他舍命的时候 反而得着生命 不单单得着 而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 耶稣讲的话 圣经讲的话 并没有相违背 他也让我们看见 真实的状况 对吧 主持人节的真实状况 就是这样不是吗 所以这些人 就是让我们学习 上帝把他放在我们当中 也是一种典范 也是一种生命的影响 让我们看见 看见汪哥 我就觉得 我就不能够太安逸 你懂吗 前一阵子 我跟师母还在吵架 汪哥又站在我们当中 好 我就爱抱怨的那一个 真的 但是汪哥就是 就是很容易 愿意给的那一个 真的 求神帮助 这是两个面相 你会发现 两个面相 但是这是幸福的 OK 不管怎么样 习的地上劳苦 也是恩典 对吧 但是那个果效 而且我要说 那个果效 还不是只有他 这个时刻停了 没有 事实上那个果效 在地上 还要继续延续 对吧 是啊 透过他的影响力 那个他的影响 还继续在跑 甚至通过他 延续的生命 品寒 还有雨晨 他们继续跑 这些都是做工的果效 保罗做工的果效 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是吗 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们 做工的果效 不断地在扩增 倍增 这是很真实的 所以千万不要停止 让自己好像就觉得 等着等死那样子 好吗 各位 所以耶稣说 复活在我 但是不止这样子 你会发现 除了这个两个 积极面相 小极面相 跟积极面相 耶稣也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你看到没有 除了刚才那两个 美好的果效 美好的安息 跟果效 这里也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复活 所以告诉我们 而且很好的是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怎么样 永远不死 各位 所以淑贞姐现在 活着还死的 对对对 严格从基督徒来讲 她是活的 淑贞姐 是你的妈妈 跟永全的妈妈 活着还死的 活着 只不是活在我们 眼见的当中 是活在神的面前 对吧 有一天我们 都会去那里 所以她其实是活着的 这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这是真实的 所以你真不要小看 你决定信主这件事情 你决定受洗这件事情 这关乎永恒 这是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永远不死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因为主必从 听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 天使长的声音 那是保罗说的 又神的好吹响 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怎么样 复活 所以在基督里死的人 有福了 不单单是安息 不单单是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 还有一个是 复活 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所以永生之性 是复活 侍奉到永恒 所以严格来讲 三生有性 真的只有基督徒 能够讲你三生有性 有今生 重生 永生 基督徒不讲前生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 那是谎言 所以你不用去看风水 那些东西影响不了你 了解这意思吗 你也不用去看星座 看邪行 那些都骗人的 你是独特在神的手中的 各位 所以我真的要说 结语 三生有性的真正意 真的是在基督里才有福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如果你没有耶稣 真的 我们只能说 你三生有性 也许真的就是很短暂 你嫁对人了 找到个好工作 都很幸福 可是 真的只在地上有福而已 那太短了 对吧 七十年八十年而已 对于永恒来讲 太短了 各位 所以 真的 基督徒才能够讲 三生有性 今生有性认识主 重生有性跟随主 永生之性 复活侍奉 到永恒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等一下也会一起 有个时间 我们会来纪念 孰真姐 因为他们家人 不会在告别式里面 来做这些告别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像 也是一个告别 孰真姐 在当中来纪念她 所以他们等一下 也会放一个影片 在我们当中 然后我们等一下 也会有师班来 献师 在当中我们 谢谢主 让我们能够有 孰真姐 这样美好的生命 在这一生当中 来陪伴 来帮助我们 影响我们 我们一起来感恩 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祢面前 深深地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 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主我们真要说 我们今生有性 能够认识耶稣 我们真的要感恩 我们能够 透过耶稣重生 我们能够来跟随主 能够来认识主的心意 我们也深信 在永生的里面 祝祢告诉我们 我们会复活 我们有那个永恒的应许 主我们真是在祢面前 深深地谢谢祢 让我们在基督里的 这一群殊胜的儿女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也谢谢祢 那苏贞结在我们当中 让过往 也有很多想请安哥 想留直视 想银香姐 想绣熊哥 主要这些人 在我们生命当中 点点滴滴 主要这群人 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留下了痕迹 都留下了记录 谢谢祢 赢得这群人生命 我们里面 有很多的丰盛 我们有很多的色彩 我们深深地在祢面前 献上那感恩 祢我们纪念祢 当我们也深知 祢为祢所预备的 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 祢在祢那里得享安息 祢在天家 现在这个时刻 我相信祢也在那里观看我们 祢在那里 祢也再一次相聚了 祢啊 祢是天上的家 永恒的家 我们相信这群 我们所爱的人 如今在天上 祢在当后 祢也在欢喜 祢谢谢祢 我们在地上 我们仍然要继续 奔心前面的道路 祢帮助我们 继续带着信心 带着盼望 带着喜乐 甚至祢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继续前行 祢我们再次向祢献上 仰望 献上感恩 愿祢继续施恩 带领我们 祷告奉号 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